I'm not ashamed to all my Lord, nor to defend His cause Maintain the honors of His word, the glory of His cross 算福和献祭之间有什么关系? 你好,今天中文版的主观圣经将学习 撒木尔记上的第十五章二十到三十五节 并回答这个问题 下面我们先一起来念一下 撒罗对撒木尔说 我实在听从了耶和华的命令 行得耶和华所拆遣我行的路 前了亚玛丽王亚迦来 灭尽了亚玛丽人 百姓却在所当灭的物中取得最好的牛羊 要在吉甲献于耶和华里的神 撒木尔说 耶和华喜欢喜悦方祭和平安祭 其如喜悦能听从祂的话呢? 听命胜于献祭 顺从圣与公养的自由 贝利的罪与行邪术的罪相等 亡羔的罪与拜虚神和偶像的罪相同 你既厌弃耶和华的命令 耶和华也厌弃你做王 扫罗对撒木尔说 我有罪的 我已经惧怕百姓听从他们的话 就违背了耶和华的命令和你的言语 现在求你赦免我的罪 同我回去 我好敬拜耶和华 撒木尔对扫罗说 我不同你回去 因为你怨弃耶和华的命令 耶和华也怨弃你做以色列的王 扫木尔转身要走 扫罗就扯住他的外袍的衣镜 衣镜就失乱了 扫木尔对他说 如此 今天的耶和华是以色列国与你断绝 将这国赐于比你更好的人 以色列的大能者并不自说谎 也不自后悔 因为他总非是人 绝不后悔 扫罗说 我有罪的 虽然如此 求你在我百姓的长老和以色列人面前抬聚我 同我回去 我好敬拜耶和华你的神 于是撒木尔转身跟随扫罗回去 扫罗就敬拜耶和华 撒木尔说 要把亚玛利王亚迦带到我这里来 亚迦就慌慌喜喜地来到他面前 心里说 死亡的苦难必定过去了 扫木尔说 你既愿刀使妇人扇子 这样 你母亲在妇人中也必扇子 于是 扫木尔在吉家耶和华面前将亚迦杀死 扫木尔回了拉玛 扫罗上他所住的基比亚回自己的家去了 扫罗直到死的日子 再没有见扫罗 但扫木尔为扫罗悲伤 是因耶和华后悔立他为以色列的王 在第十五章当中 神给的扫罗一个使命就是要彻底消灭亚玛利人 以色列也不可保留任何的战利品 无论是人还是动物或是金银 这个命令很清楚 扫罗也明白这个命令 然而扫罗并没有完全服从这个命令 他允许人们保留的美好的牲畜 而他给的理由是 他们可以愿来向上帝献祭 他变成老术的亚迦王 作为他胜利的战利品 所以主就派扫木尔去见扫罗 向扫罗宣告 由于他的不服从 他的王国将结束 并被赐予另外一个人 但扫木尔到达的时候 扫罗还高兴地来到他的面前 说他遵守了主的命令 但是扫木尔知道 他并没有听从耶和华的话语 现在来看第二十节 我们发现扫罗辩解说的是 是百姓要保留牲畜 作为寄优 而他彻底地消灭了亚马林人 翻一句话说 扫罗是在推卸责任 他说他服从了 如果上帝认为有人没有服从 那是百姓的作为 问题是扫罗是以色列的王 他被赋予的任务 他的工作就是要确保任务完成的 作为国王和上帝的受告者 如果人们想要保留这些牲畜 即使是为了献祭 扫罗也必须 他也可以阻止他们的 既然他没有这么做 他就是违背的主的话语 扫木尔进一步告诉扫罗 顺服是胜于献祭的 当谈到敬拜上帝的时候 摩西律华之下献祭是核心 立位记得前面七章讨论的这些所有的献祭 表明他们对上帝的重要性 但在这里我们发现 有一件事比献祭更重要 就是顺从主的话 扫木尔并不是说神不想要他们的献祭 只是说发自内心的顺从更为重要 因为如果能不顺从 那么这些寄有就毫无价值 神也不会越来 上帝希望所有的亚马利人和他们的动物都被彻底消灭 如果以色列想在感恩当中向上帝献祭 他们可以用其他的动物来这么做的 如果他们这样子做了 就遵守了主的话语 那么这些寄有也就会得到上帝的喜悦 并被接受 但以色列却没有顺从 这是比献祭更重要的事情 在于今天的我们有着许多相类似的 有许多人和教会都声称敬拜上帝 但他们所采用的方式 却是上帝在新约当中没有授权的 他们有着自己的一套模式 他们声称都是为了敬拜上帝 上帝会高兴的 但神会对他们为授权的事情感到满意吗 敬拜神固然重要 但发自内心的顺服 才是第一位的 这就是顺服和献祭或者崇拜之间的关系 为了让敬拜 门上帝约拉 服从是第一位的 撒木尔接着告诉扫罗 因为他拒绝了耶和华的话语 神就拒绝扫罗 做王 那么要注意扫罗拒绝主的话语是被比作行邪术 他的罔顾是被比作偶像的崇拜 这两件事在立位纪当中都被谴责为上帝所争恶的 所以撒木尔所说的是对上帝的反叛与行巫术一样 罔顾地违背上帝的旨意与拜偶像一样严重 在听到这些的指责之后 扫罗才最终承认自己的罪 然而他的认罪并不是出于对神的悔改 正如扫罗将自己的罪归咎于他对人民的恐惧 以及他选取撒木尔的宽恕 而不是主的宽恕所表明的那样 扫罗不明白他的罪不是得罪的撒木尔 而是得罪的耶和华 他还请求撒木尔与他一同回去 起诉撒木尔拒绝与扫罗同行 扫罗抓住他的外跑的衣镜并将其施断了 扫木尔就说 这撕裂的事代表主是以色列国与扫罗断绝 并将他交给比他更好的人 因为这个人会听从主的话语 扫木尔告诉扫罗 因为神不是能 他不会后悔的 因为扫罗已经原理了神 所以神已经决定了不会改变 那么扫罗听到这里就进一步承认自己的罪 但是他并没有悔改 因为他选求撒木尔要在百姓面前仍然要尊他为王 撒木尔在这里也同意说和扫罗一同回去 这样做可能是出于对耶和华受高者的责任感 因为如果扫木尔在这里完全拒绝了扫罗 而还没有新的国王 以色列会有可能进入进一步的罪恶 所以扫木尔依旧尊重扫罗 而扫罗也敬拜了耶和华 接着亚玛丽王亚迦被带到扫木尔面前并且被杀了 这项我们表明 即使扫罗不听从主的话语 而撒木尔是会听从的 之后撒木尔回到了拉玛 再也没有去找扫罗 这也并不意味着他永远不会再见到扫罗 只是意味着他不会亲自再去找扫罗了 至于扫罗他回到了基比亚 扫罗的统治并没有结束 实际上还可能有15年左右 但他统治的后期就不会像以前那样的 因为主离开了扫罗 扫罗也成为一个更加原理上帝的人 今天我们的休息就先到这里了 我们将在明天回来继续接下来的休息 希望大家到此加入我们 再见